一只狮子趴在长颈鹿背上死咬不放 紧接着另一只也跳上来咬 惊险景象看着一旁拍摄的导游 倒抽一口气 这场长颈鹿跟六只狮子拼斗的奇特警匠 18号在南非一个保护区上演 当时这头长颈鹿正准备进食 却被六只凶猛又饥饿的狮子偷袭 一打六的势路大战就此展开 六只狮子仗着人多势众 不断攻击长颈鹿 长颈鹿不但被两只猛狮咬伤背 其他狮子也不断咬他的腿 一度陷入苦战 双方将持长达四小时 最后长颈鹿开大决 集中火力猛烈反击 逆转胜 当地的野生动物导游怀题目睹整个过程 直呼不可思议 他表示从没见过草食性动物 不但逃过肉食性猛兽猎捕 还把对方赶跑 目前不知道被咬伤的长颈鹿 是否健康康复 但他已创造历史成为长颈鹿界的传奇 国际中心综合外联报道